我们来看一下这台爱华 这台爱华的型号是HS-P15 这是爱华早期的按键机 相当来说是一个档次相对低一些的机器 我们可以从正面看见 它是一个发蓝色 蓝绿色的一个铝合金的 就这一块是铝合金的 写个Super Bass超重低音大写的爱华 然后我们看上面上面是四根键 播放键 倒退键 前进键 这个机芯比它后期的机芯要好很多 我们来看侧面 一个耳机口 一个音量选钮 一个超重低音的选项 一个磁带选择器 普通带金属带 一个三幅插口 它这个三幅是内幅外正 然后我们看侧面 什么也没有 这面也是没有 我们打开舱门 舱门可以看见 它是属于是塑料金属相结合的一个机芯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压带轮的大小 这个压带轮绝对是所有随身厅里 我指的是这种便携体积里应该是最大的 这个压带轮是最大的 相当于卡座的压带轮一样 这压带都是非常粗壮 使用两接五号电池 一个电池仓是不带 跟主机是不连接的 一个裤带夹 艾华这款裤带夹 沿用了很长时间 很多很长时间全是这一款裤带夹 也很方便吧 我们来看一下机器的名牌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名牌写的是新加坡制造 好我们来拆解 像这样造型的还有带自翻的 自动翻带的 那个机器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复杂一些 故障率也还行 不算高 不算低 但是那些机器是需要你换电容的 我们看见是一个BA3528FP 其他就是电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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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电容 电容 调速 基本上就没有了很简单 然后皮带我们看皮带换掉皮带先 这个皮带不换的话也能播放 但是 已经软了 好我们换掉 我们换掉 我找一根皮带 我记得没错的话 这根皮带应该是 对折55 0.5 0.7 把它挂上 把它挂上 然后 然后 上磁带 上电池 我们来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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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皮带没有错 没错 皮带没有错 这个机器 是需要换电容的 也是有好几种壳的 有ABS工程塑料的 有前面是铝合金面板的 换电容 我们来检测电容的方式 还是用我们的老方法来闻这个味道 如果在我们电烙铁接触触点的那一刻 会有酸味的话 那就是电容已经漏了 或者正在漏 没味道 没问题 我看是不是 它所有的电容就是 这有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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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 所有电容 用电烙铁检测完 它是没有漏液 然后我们把后盖合上 这台机器就算 换完皮带了 我们把螺丝装回 好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效果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它没有指示灯 它没有电源指示灯 这款要比它后期的强的不是一点两点 声音机心都强很多 在这里 有些热情的声音效果 我是非常非常地的 我会感到这一步 给我们把螺丝装 那么多 我们把螺丝装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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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